一名家境富裕的丘姓男子 他家裡頭從事捕捞工作 包括在宜蘭還有桃園漁港 都擁有自己的漁權 但是這一名男子不學好 他還染上吸毒惡犀 甚至是因為入不敷出 挺兒走險販毒來牟利 結果遭到警方盯上 就在超商裡頭壓制待人 我的肚子啊 你手不要動了 我的手 我的手 丘姓毒販 遭警方壓制在地上 哭天搶地的喊疼 你叫什麼名字 你家住哪裡 在這附近而已 最後乖乖束手就勤 被傷靠大批員警 超商內抓毒販 超商店員一臉不敢相信 警察抓壞人的電視電影情節 竟然在眼前發生 本隊今網路巡邏查知 以密稱全網無前任 有也不承認為名 疑似從事毒品咖啡包交易買賣 玄疾成立專案小組 並報請台中地檢署指揮偵辦 私信男子販賣的毒咖啡包 上面印有卡通 辛普森家庭成員霸子的圖樣 利用其廣受年輕人喜好特性 提高毒咖啡包銷售數量 警方查出 邱姓男子家裡經濟條件優渥 在宜蘭蘇澳漁港 桃園永安漁港 都有漁船從事捕漁工作 但卻惹上吸毒惡習 入不敷出 挺而走險販毒 自毀前途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記者中部綜合 時代人數字幕 記者中文字幕 記者中文字幕 記者中文字幕